12月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文确认访美的消息 泽连斯基说,正在抢往美国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加强乌克兰的韧性和防御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总统和我将讨论乌克兰和美国的合作 我还将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并举行一系列双标会晤 与此同时,美国白宫网站12月21日发布声明称 美国总统拜登已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华盛顿特区 以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持久承诺 泽连斯基这位演员总统,美国的傀儡,白宫的牵线木偶 如今要驾临美国白宫,并且到国会山,发表鼓吹捍卫西方自由世界 保卫自由民主价值观不受侵犯的演讲 此时此刻的泽连斯基已经从美国傀儡的角色上升了一格 从此将以西方世界的咔门狗自居 不过泽连斯基似乎有点等于忘形了 在去美国之前,先捅了中国一刀,给美国纳了头名状 12月18日,乌克兰国防部官推发布视频 与52个国家平等分享胜利 然而视频中公然出现了香港黑豹分子 此前打出的黑洋紫金旗和代表台当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全世界都知道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乌克兰国防部绝不是一群,连一个中国原则都不知道的智障 他们之所以搞出支持基地和替敌的闹剧 就是明目张胆挑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尊严 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表现自己反而反华的立场 在赴美国之前伤害一下中国人民的感情 是无本万利的投机 按理说乌克兰远在欧陆中部 与中国隔着千山万水 本可以井水不放河水 而且在俄乌冲突中 中国一直聚众斡旋,没有选边站 已经给了乌克兰最大程度的尊重 但乌克兰一直对中国的态度心怀极度 因为在美国爸爸的支持下 整个2022年,乌克兰在欧盟面前耀武扬威 仿佛企业一样于取于求 动辄羞辱德国,批评波兰,抨击圣亚利 这个被俄罗斯案在地上摩擦的失败国家 因为心甘情愿为美国国家利益战斗到底 自然而然有了优越感 怪只怪欧盟政客产若不堪 懦弱无能,软弱可欺 800亿元皆怂货 更无一个是男儿 不仅欧洲有一群人在灌着乌克兰 就是在东方大国 也有一群人在滋滋不倦的 以精神乌克兰人自居 此亲此警,此时此刻 不知道那些金屋分子 是不是依然跪舔乌克兰这个傀儡政权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 中国一部分公众一直站在支持乌克兰的角度 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这种思维,这种视角 是站在现代国家民族分界线的角度 去思考评判 完全按照国际法的标准 去思考问题 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思维方式 俄罗斯发动了这场战争 战争打得是否顺利是一个方面 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是另一个问题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在国际法之类的民意之外 民族感情,历史因素,种族因素 同样会在国际关系中起到直观重要的作用 国际事物的演变不以个人喜好而改变 一定是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俄乌冲突的爆发和过程 就是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北约总体矛盾的体现 无法简单地用国际法这个单一维度进行评判 如果按照美国欧盟北约惯用的话术去套用 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涉嫌在乌克兰东部 俄罗斯族人聚集地搞种族屠杀 这就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 一些人一厢情愿站在美欧北约的视角 去支持乌克兰 勉强可以解释为个人思想的自由 但是无视乌克兰新纳粹的威胁和倾向 是不折不扣的愚蠢 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的背景 使俄罗斯出手越来越重 已经多次全面轰炸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 对于美国官方发表 美方承认乌克兰有权在克里米亚开展军事行动的言论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 科比发表关于克里米亚的言论 是在向俄罗斯宣战 而这场战争是按照美国指示 借其他血腥的纳粹分子的手开展的 对于我们克里米亚的民众来说 血液侵犯克里米亚相当于呼吁轰炸华盛顿 显然 俄罗斯的核大棒直接对准了华盛顿 这是冷战后的国际社会 是首次出现类似言论 目前在乌克兰战场敖战的双方 是俄罗斯大战北约雇佣军和乌克兰军队的联军 俄罗斯固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北约也绝不是毫发无损 这场战争对于俄罗斯而言 想要达到目标就要付出代价 别无他选 对于乌克兰而言 何时亡国 何时被瓜分 何时被抛弃 才是最应该想清楚的问题 12月20日 普京在向安全官员讲话时说 俄军在乌东四周的工作很艰难 但住在那里的人民 是俄罗斯的公民 依赖着你们的保护 你们有责任确保他们的安全 权利和自由 媒体认为 这是为了让俄罗斯民众 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做好准备 就在泽连斯基赴美之际 中俄海军联合军演开始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 12月21日至27日 两国海军将在周山至台州以东海域 举行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 双方参战水面见之 达石余搜 规模相当大 这场演习重要的就是时机 美吴会谈中俄军演 以为深远 除了演习之外 12月21日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梅德韦杰夫应邀访华 并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 梅德韦杰夫转交了普京总统的亲属性 这两个外交事件表明 美吴通过会谈访问为 2023年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做战备计划 中俄也在协调立场 为应对世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做准备 军事战场战友汉 国际博弈 风云机 俄乌战场位于亚欧大陆 东西方交汇之地 也就是东西方两大阵营 总体实力的大对决 很多人对于幼稚的相信 美欧北约鼓吹的国际规则 可以维护社会和平 却忘了冷战结束后发生的 巨大部分战争 都是美国和北约发动或主导 1999年科索沃战争 南斯拉夫被织紧 中国大使馆被轰炸 国际法被踩在地上 反复践踏 2001年阿富汗战争 塔利班政权被推翻 支持恐怖组织的证据始终没找到 阿富汗这个亚欧大陆 四战之地落入美国之首 剑指伊朗 暗算中华 用心陷恶 2003年伊拉克战争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美国污蔑的化学武器始终未找到 伊拉克这个束缚的石油大国 从此被控制了国家命脉 2011年利比亚战争 北约轰炸利比亚 卡扎菲合法政权被推翻 卡大佐报失街头 利比亚这个非洲最富有的石油大国陷入战火 和平与繁荣一去不复返 2011年 美国在叙利亚策斗内部骚乱 借机支持反政府组织 推翻巴萨尔政权 最终发展成内战 美国借机出兵参战 空袭叙利亚政府军 如果不是俄罗斯在2014年出兵帮助叙利亚 今天的巴萨尔政权早已被推翻 什么合法政权 只要美国想推翻 随时可以出手捣乱 在美国单极霸权的淫威之下 绝大多数国家敢读不敢言 只能默默接受 挑战不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很正常 不敢挑战也可以理解 但为美国无耻行径背书 动不动就高举美国推行的国际法 来指责其他国家 那就是典型的国际主义优质病 很多金屋分子 以为自己在精神上和乌克兰站到了一起 就可以成为乌克兰人的朋友 新纳粹是超越国际界的极端民族主义 不管你是否支持乌克兰 在新纳粹眼里 白人就是优等民族 其他略等民族支持自己 也改变不了略等的本质 所以金屋分子永远收获不了乌克兰新纳粹的友谊 注定是被歧视和侮辱的对象 很多人不了解乌克兰纳粹的邪恶 也不相信乌克兰纳粹的疯狂程度 很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离我们很遥远 但实际上已经出手可及 如果我们把记忆回到1931年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清华战争之后 英法主导的国联 依然试图幻想这头 自己豢扬的恶犬 回去攻击苏联 如果我们把记忆回到1938年 在德国纳粹侵略了奥地利之后 英国首相张博伦 依然幻想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 期待希特勒将来对付苏联 祸水东引 驱虎吞狼 一直是昂格鲁萨克逊人最喜欢的阴谋 但是 善水者溺于水 苍农阴谋的往往死于阴谋 德国纳粹在侵略苏联之前 先占领了法国赶跑了英军 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 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所有的极端势力 他们真正的朋友只有极端势力 昂格鲁萨克逊人虽然称得上 是战争泛籍谋家 他们幻要扶持极端势力 霍乱全世界 但永远得不到极端势力的真心归附 这是昂格鲁萨克逊人被德国纳粹 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美国 以扶持乌克兰纳粹为手段 消耗俄罗斯 但纳粹一定是超越国界的 极端种族主义一旦得势 最终必定反噬自身 美国五角大楼承认 一些美军人员 与多个极端组织有联系 纳粹分子在美军中广泛存在 他们穿着带有模糊的纳粹标志衬衫 以识别彼此 曾有海军陆战队员 加入名为Atom Warfare Division的新纳粹组织 而该组织的创始人 曾在佛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 另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则打算拉拢其他人 成立一个名为 美国信仰运动的新纳粹组织 汉唐智库认为 美国神功大成之日 就是走火入魔之时 凭借西新大法登上武林盟主宝座的任我行 在盟主盛会时走火入魔 死在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美国的命运和任我行 完全是同一个轨迹 这一天不远了